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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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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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亲出抵定台湾之后 近海将军师郎于康熙23年1684年 在普照寺的边上建了寺院 且改名为南普陀寺 02前末年平定台湾龙岩大喜 亲自提写四通碑文走进南普陀寺的山 门 一眼就可以看到一道新纸的碑亭 四通玉制碑用玻璃表装起来 这个太珍贵 太漂亮了 是米台关系的重要文物 看着眼前的玉制碑和老不经感慨 四通玉制碑分别为 玉制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记事语 玉制平定台湾告成热和文庙碑文 玉制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序 和玉制福康安奏报生擒庄大田记事语 由厦门海坊分府刘家会督造 分别圈刻为四通风碑 美通碑的正反两面刻刻以满汉文字 至于是有琉璃瓦的碑亭种 原来玉制碑是以碑系为座 瞧 就是那两支 和老指着碑亭前的两支碑系 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 这四通玉制碑的碑文 使如今影视剧中的红人乾隆皇帝 爱心觉罗红历为炫耀镇压林爽文 庄大田反清起义的武功亲自撰写的 写于乾隆五十三年 一七八八年 和老介绍 乾隆皇帝对镇压林爽文起义 那武功沾沾自喜 认为这次台湾贪乱的意义 足以和他在位前期的平衣里 定回布 收金川三件大事相伯仲 因此 在厦门留下了这四通玉制碑 值得留意的是 该碑文还记载当年台湾的励志隐患 台湾远隔重阳 从前生的支援皆视为未徒 后来岛上物产丰饶了 又把它当作乐土 原因是官场腐败此生 乾隆皇帝看到福康安等人 打来的小报告 龙颜大怒 表示要严加诚挚 以景观写 和老指着碑文介绍 类似这样的记载碑上还有一些 可见 这四通碑刻出了摄台的现实意义 其始料价值也不可等闲适之 03清朝后期 香火旺盛多次大修 北洋水师都来捐钱彼时 红山之下的镇南关尚未有马路 南普陀寺交通最不方便 但仍不断得到官府带头的畅修 香火比其他寺庙还旺 其实都得益于那四通玉智碑 沾了黄恩浩荡的光 何老说 封建专制社会皇权至高无上 玉智碑就是圣祭 收土官吏 哪敢不实时加以呵护为修 于是 玉碑所在的寺庙 自然得到官府的爱屋基屋 屡屡得到捐资畅修 这等恩泽 别说厦门 就是闽南各地的名寺古叉 也是望尘莫及的 和老介绍 南普陀历年寺庙规模较大的重修 都建筑现存的石可以记载 其他小修小补 则没有记载 第一次动工是在碑亭建好之后 乾隆55年 1790年 刘家会重修的原因 是发现原先的规划嵌 玉碑亭与寺庙失联而行福冠 无以招敬景而肃观瞻 自己出钱请人铺行场地 同时还被玉碑亭设置为了 第二次是乾隆56年 1791年 兴权涌到胡适权休息了玉碑亭 学得不相对称 所以 又和福建水师提督 哈当阿联名唱修南普陀寺 发动在上的文武各官 以及身骑使伤的 使之两者相配 鸦片战争后的南普陀就冒 第三次是同志四年1865年 这一次是因为将军郭松陵步到闽西南为小太平军残部 驻军南普陀寺内 五千人马同时挤在一起操兵练武 吃喝拉萨 把佛寺弄了一塌糊涂 福建水师提督里成谋 兴权涌到 曾献得不得不出关 躺及与修器 最后一次大修在光绪十三年 1887年 起因也是敏制总督阳昌训到厦门教义 发现玉碑亭催提中宿 不绝如旅 带头认捐 并令兴权涌到奎训 连带南普陀寺庙一起大修 结果闽南各州 县的大小官员 福建水师驻守闽南各迅地的营将 甚至北洋水师的铁甲兵船也争着节囊 厦门的师徒行交 洋药压县商和其他富商更是不甘落后 这回共捐的银子 九千零六十九两二前七分 04二零世纪初迎接美国大白舰队 盛行招待美军官兵到了清末 南普陀寺还作为厦门的客厅 充当国家举办外事活动的 地点 清政府几次接待外宾 地点都选择了南普陀 何老说 1908年10月30日 光绪34年农历十月出路 巡游世界的美国大白舰队访问厦门 到访了美国舰队 一口气来了官兵五千人 幸亏南普陀寺前有一片作为延武场的开阔地 这种环境优势是岛内其他地点绝对无法替代的 于是清政府利用这个场所 兴建迎宾彬彩楼和阳市操场 起盖了十座宴会大厅 南普陀寺内外张灯结彩 摆设奇花艺术 1908年的南普陀寺新帽舰队官兵底下活动投尾总共六天 南普陀寺作为客厅大出风头 附有其大碑店全景照片的精美手册 随后被带回大洋彼岸 成了一帮人了解东方文化最初的一张名片 何老说 宣统二年1910年季春 美国东方舰队又带着银杯 来厦门感谢两年前清政府的那次盛情接待 同年十月 大美国太平洋各省二十五位 商会代表团也来到厦门访问 由厦门商会出面接待 这两次接待也都在南普陀寺 美国人毕菲利在其厦门纵横 一书中写道 厦门商会在极其豪华的 布置着两国国旗和仁藏花的南普陀寺的游浪里 为访问者和受邀贵宾举办盛宴 有有意义的是 菜单还附着一幅有中英文说明的画片 上面印着那段技术美国舰队访问厦门的磨牙时刻 和南普陀寺的历史严格 南普陀寺作为厦门的客厅 至此被隆重推出 故事官员鼓动树商捐钱 建放生池南普陀寺前有个池塘 叫放生池 如今池内鱼窥无数 是一带热门景点 放生池也是在一百多年前建的 和老告诉导报记者 为了把放生池 当时的地方官立可谓绞尽脑池 这位官员叫刘庆坟 当时的职务是兴权永道 为了在上线面前露艺术 他像在下的新加坡 仰光等地的桥上 和其他附身大户畅军 在寺前凿建了放生池 放生池陆成时为光绪 三十四年一九零八年十月 正好赶上了美国大外舰队访问场门 剑持的同时 刘庆坟还提客了 南普陀放生池碑祭 在碑文中 刘道台赞美南普陀四平列武风 耸至于后 刘环一带 练也在前 坚以翠竹苍松 足弓赏心乐趣 鲜花一果 贫文扑鼻于香 时而古镇木天 正云破月来之后 时而忠名小鼠 有鸾翔鹤舞之欢 还夸耀说 他所唱剑的这口放生池 上则一石栏 玲珑四面 下则光统宝剑 灰映九霄 最有意思的是 他写道得意之处 说漏了嘴 说早见这口放生池是菩萨托的梦 好让水毒碎生生不已之机 非图壮四外之观瞻也 刘老说 想必他在古洞华侨和富商们 慷慨放血的时候 就是这样说的 要是刘庆坟老老实实说出 为政绩而建持的本计 说不定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这口 放生池了 链接林爽文反清起义清乾隆 五十一年 一七八六年十一月 台湾南部的彰化 凤山等地 爆发林爽文 庄大田领导的大规模反清起义 起义军的势力 很快就蔓延猖獗 全郡骚动 朝廷当即派遣敏赦总督常青 福建水师提督黄世姐 福建陆路提督任成恩等重臣统兵 由厦门港入台合脚 结果相继被起义军击败 第二年八月 清廷不得不改派陕甘总督服康安为将军 海蓝茶为参赞 带着巴图鲁 侍卫 张金等百人 率领从川 胡 前 月抽调而来的精兵万人游下渡台 经过激烈的战斗 于正月初四日 在老徐齐地方 将林爽文生勤解经 继而又捕获另一个起义军首领庄大田 终将此次起义镇压下去 大白舰队巡游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世界主要海军强国竞争激烈 美国作为后发的西方强国 直到二十世纪 才真正成为海军强国 为彰显美国海军后 其织秀的新锐霸气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于一九零七年 推出了十六艘战列舰组成的庞大舰队 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环球航行 统一的白色涂装耀武扬威 因此被称为大白舰队 竞争目标 直指当时的海上霸主 英国皇家海军 同时震慑太平洋对岸的日本海军 一九零八年 大白舰队也造访了中国 受到了清政府的接待 桓文编辑 李立宇图 长海军摄像 董一强 进行真稿启示 如果你有好文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